投兩顆子彈進公車投避箱的嫌犯 就是他現在抓到人了 你要看一看嗎 好啦好啦 跟你們說 原警一路跟肩 跟到了台中高鐵站 在嫌犯打算搭車逃離台中之前 一口氣把他給逮回警局 就是這兩顆子彈 被投入了公車投避箱 嫌犯便稱當時口袋裡頭的子彈 跟林前搞混在一起了 才會不小心連子彈也投進了投避箱 他也是表示自己是有夠白痴 無緣無故的來一身心 但是警方不踩信 還要以彈追槍 因為這名嫌犯 不帶有槍炮彈藥管制前科 還曾經和同伙開張車撞警察 才剛招保就把子彈丟到公車上 時間回到了3月8號 藍色雙B高級車往前一撞 差點撞上了袁警 而最後撞上了白色轎車才停下 袁警開槍 集中駕駛座的線性嫌犯 副駕駛座身穿白色襯衫的男子 就是頭子彈進攻車的嫌犯 一下車還向袁警嗆聲 警方還在車上發現一把已經上膛的手槍 還要及時把嫌犯扣上的手銬帶回警局徵訊 白星嫌犯當天被法官裁定交保 但沒有想到事隔兩個星期 又把子彈投入了公車投幣箱中 雖然變稱子彈是當時同伙趁他不注意 丟到他的口袋中 才會不小心跟林前一起投進的公車投幣箱 但警方不敢大意 在高鐵站大陣上逮人 不讓對方有機會持槍反抗 記者韓志欣愛情局小組 台中報導